他们是用心书写诗剧的坚守者 他们是为音乐而生的歌者 是诗歌的魅力吸引他们彼此汇聚 诗人写诗 歌手完成音乐编创 诗歌战队将联手打造独一无二的原创诗歌音乐 今天六组诗歌战队将迎来全新主题 故乡 路从今夜白 越是故乡名 六组诗歌战队将带我们重返那片最温暖的家园 是故乡的风和云 在今天的敬言中 他们不仅要面对三位跨界嘉宾的辛辣热评 国家级声音档案 著名演播艺术家任志宏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被思亲 著名词曲作家 金牌音乐制作人小冲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诗刊常务副主编 著名诗人作家商镇 路从今夜白 乐是故乡名 更要赢得百人诗评团的认可 竞演结束后 每位诗评团成员都将票选出他们最喜爱的三首诗歌 为原创文化加油 为中国诗歌喝彩 从诗歌高原攀登上诗歌的巅峰 我们从这里出发 诗歌之王之故乡即将播出 在上期的节目中 六族战队穿越时空 重返诗歌的黄金年代 向他们心中的经典致敬 韩子光 杀叶半剑 如今谁的笑 最爱最爱的女生 也变得我 可喜爱 谁能翻诗谁 已来孽向你的自己 无依心 风草汽漆 曲配遥明月 我是白眼里 强喊着泪水 而由刘明杰和朗格拉姆组成的踢馆战队踢馆成功加入了诗歌之王的竞争 诗歌之王由亲身护肤品牌加兰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美妆找我面膜找他加兰雪姬换彩面膜高效深层补水透白加兰面膜让你的皮肤水动 加兰宠爱自己的美 诗歌有声音轻奢有态度 本节目有轻奢护肤品牌加兰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加兰面膜宠爱自己的美 把诗唱给你听 欢迎来到诗歌之王 现场电视机型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四川卫视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 加兰面膜诗歌之王 我是主持人杨玲 欢迎你 诗歌之王舞台第七场敬演 我们的敬演主题就是 故乡 相信我们今天 现场所有的嘉宾和我们的视频团 在感受我们诗歌战队 给我们带来 以故乡为主题敬演的诗歌的时候 一定会有特别的感触 好了各位 诗歌之王第七场敬演 故乡主题 现在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诗人良芒和歌手周晓鸥 开我们了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原创诗歌作品叫 太阳出来喜洋洋凶气 这家在重庆 童年的一些记忆特别深刻 就是去下半城河边放风筝 然后玩水游泳 这张就是也和弟弟在山上游泳的时候 有几张代表性的就是 有一张我们在那个礁石上游泳 那个就是重庆的一个叫南泉的地方 现在都已经很少人去了 这次写这首诗呢 是来源一首四川民歌叫 《太阳出来喜洋洋》 就是整个冬天有两到三个月 我们基本上是处于没有光的那种状态 就很阴沉沉的 所以说太阳一出来之后 你看看满街都是老太太那打毛线 小孩在那玩 她那种心情就 太阳出来落位喜洋洋 她就是高兴 我把脚踩进江水里 让她自由地冲起 我在石头上跳舞 这首诗呢 我觉得我是想表达四川 它虽然在盆地里边 但是它有时候像那个江 每个人都像一个波浪 一个一个地往前冲 冲出霞门 冲到大海 我还是非常受爱我的故乡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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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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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閃動翅膀 誰來爭執熱浪 聽見人海茫茫 誰在唱 哪一首歌悠揚 在雪夜裡流淌 讓我的心變成 一條巷 一條巷 看 時間過萬 我何時都已經清張 所以堅強 我不怕傷 我要睡完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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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山路 太陽 我从前是我同意心愿 一个在山上 一个在八岁 用起来说炸雀 整个是胸雀 其实他们两个组点都越了越前 好嘛 现在回头了 整个有点假言 他说你心说一直都在大前 情话会正传传卷 战刀铁 等太阳一出来了 谁 太阳出来了 喂 心安安落 喂 聊起来 太阳落落地 三三个落地 有一座山门 有一座山洪洞 无力移动 不动 无力移动 藏在深处的梦 我最懂 习惯呼吸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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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发烫的风 微微发烫的风 还让热血奔用 藏在深处的梦 荒赛 natural 看 时间故往 我和石头一起成长 自由牵涝 我不怕闪 我有希望 太陽的山沙路 海南河請三路 太陽的山沙路 太陽的山沙路 太陽出來了 海南沙路 海南沙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要继续穿车火锅 谢谢 接下来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请上我的诗人搭档梁王 来 大家掌声送给诗人梁王 终手终手 一首非常暖心温暖的歌 因为太阳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首非常经典的四川民歌 梁王为什么拿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会想到太阳出来洗洋洋 因为四川的冬天 天气都很阴冷 不像北方太阳那么多 说吹一只太阳特别高兴 就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心情 太阳出来洗洋洋 然后满街都是晒太阳的人 这个在北方是看不见的 是的 到了我们成都一旦太阳出来的时候 大家全部出动 该喝茶的喝茶 该打牌的打牌 雪战到底就是打麻将了 没错 刚才这个戏份很多 有念白 有在歌词当中的哼唱 还有一段rap 对对对 四川话 四川话说的 有方言的drop 而且其中加入了很多的四川元素 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四川人的家乡情怀 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 周晓鸥应该是在北京长大的 我小时候是在这个四合院里那种院子里长大的 现在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印象了 因为以前的那种在胡同里玩跟小朋友一块 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老北京的那种氛围和东西 现在可能就被这个高楼大厦所代替了 但是那段记忆和情怀仍然在 对对对 一直留在心中 在这里呢 我特别感谢就这首歌的曲作者周敌 他也是写了很多歌 什么梦里水香 还有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还有罗奇的远方 非常不错的一个 对对对 他用了很多精力来做这个 然后呢太阳出来洗洋洋 他把这个名歌我觉得用得特别好 所以这里我特别感谢他 三位老师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梁芒一开始上台 他站在那边讲话 我就很受感动 我都有那个感觉 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么的多的委屈 家还是你一个最温暖的港湾 让回家的老妈老爸看到你的时候 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可能当下那个眼泪就会多框而出 那种感觉是才是真正的 开心的很成功的作品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小钟老师 湘老师 这首诗给我们留下的空间很大 尤其结束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谁得叫我摇耳 看上是简单 却是容量很大 有着丰富的情绪 一首好的诗歌 它是一个多棱镜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风景 不同的角度看进去 会得到不同的风景 那么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乡 每个人有不同的少年记忆 我们其实留给她的就是一个通道 而不是留给她一个具体的场景 你做到了 刚才小欧一这个曲子一起 包括到那个民谣 太阳出来 那喜羊羊一出来 我一下就把我调回我的少年时期 所以其实我在说 两盲着写乡愁 写故乡 不是那些炊烟 牢井 古道 能调动大家的记忆 恰好是民谣和乡音 所以一唱 太阳说喜羊羊 哦 四川民歌 你马上知道四川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 新古典主义诗人宇文爵 和蓝调嘻哈小王子苏醒 天夜里奔跑着的石阳年华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原创诗歌作品 名字叫《外婆家》 这是外婆家的正门 门口开满了枝子花 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之前 每逢寒暑假 必须得去我外婆家 所以你跟你外婆感情很好 对 所以说 一想到故乡 就想到外婆家 外婆家是一首 温暖的四季田园诗 在这首作品里 我写了外婆家的 春夏秋冬 故乡 外婆家 在我的心里 她永远是给我一种力量的 她永远给人一种 生长的力量 向上的力量 我喜欢这句 屋顶坐满晚霞 对 很有画面感 晚霞坐在屋顶上 很有画面感 我觉得很美 而且特别好 就是让我感觉到像一个 看到她小时候 仿佛在外婆家的这个田园里 肆意的奔跑 欢快的歌唱 玩耍 所以成功的给了我很多画面感 我觉得很棒 我还会灭着阵线 显地拿着密密麻麻 耶耶耶 买羊胎飘香 将动用石牛 女驸马 登楼银红大雪 春夏熙熙看年华呀 早会争亡啊 又再提醒个孩子 不肯长大 前夜奔跑着的是洋列号 然后之前 即使 回到外婆家 数个桥 注意吧 还有那分茶 开花 世界上的孩子 不肯长大 天夜天奔跑着的是洋列号 天夜天奔跑着的是洋列号 在外婆家 面华 外婆家 外婆家 谢谢 有请我的诗人搭档 余文绝 乘着蒲公英 回到外婆家 我相信这笔骑自行车 要来得更浪漫一些 我相信这也是余文绝 心中对于家乡的情怀 说到故乡 想到的就是外婆家 那小时候 都是在外婆家度过吗 小时候呢 外婆养过一阵 然后从小学到大学之前 大约十多年 每逢寒暑假都必须去呢 然后呢 我外婆可有趣了 她头上老是戴着一个 蓝手帕 老人家停不下来 还爬到那个树上 就摘果子给我吃 爬树上 对对对 七八十来爬树 那都是我干的事 外婆体力真好 对 我们小时候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了 好吃的好玩的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老家的那种叫红浴壳 药葫芦 就是挂楼子 挂楼子 然后呢还有这个叫麦芽糖 我们那儿土话叫唐锡 唐锡 很多好吃的 还有很多好玩的了 小朋友们就是玩那种打仗 对吧 然后捉蜻蜓 这个童马蜂窝也干的 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 拿到了这样一个作品 苏醒勾起你怎样的回忆 特别快乐 说实话我跟文觉得这个 可能故乡的回忆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为可能我从小在这个家里的院子里长大 就没有稻田啊 田野 蒲公英 这种树 这种感觉 那么的大自然那么的好的 但是看到他的诗 词之后 就让我有了这种普曲的动力冲动 然后我也尽力了写了一个 我认为还算比较欢快温暖 美好的这种旋律 然后希望我们的这个合作的作品 也能够唤起所有的人 童年的故乡的美好的回忆 谢谢 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一首歌叫 《外婆的彭物弯》 那个时候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 是非常开心的 我觉得一个好的作曲家 你能够充分在文字里面去体会 这些作词的你的心情 尤其这首歌 我从头到头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我够了 就是我不想长大 因为虽然在这个歌词里面 可能没有看到这一句 但是我觉得苏醒 把这个歌给写得非常的 让我很享受 很开心 谢谢老师 好作品 刚才小程老师说 他抓着一个很大的点 叫不肯长大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故乡 其实 往这一座再发现 包括宇文爵 苏醒 我们都是回不到故乡的人了 因为你长大了 再也回不到 外婆跟你宅骨那个树下 回不到你二舅灰锄头那个甜头了 是吧 所以呢 其实尽管书醒把这个音乐做得很宽快 具有穿越的宽快 回到宇文爵 我觉得他的童年 他的少年 可是 诗歌的重要的魅力在 他的字面意义和他读后 读过以后 反除的味道 未必是你最初的意义 读过以后还是点 一点淡淡的忧伤 因为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不肯长大 可是 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这时候是写得不错 而且我重要的 我都觉得这个书醒和宇文爵 是越配合越好 真是越配合越好 最初他们还是相隔的 音乐和词的部分 总是有些觉得 各自体贱的部分 这次我真的相信 书醒是被宇文爵给征服 完全用音乐来配合这首诗 宇文爵你发现你的诗 越来越放下了架子 放下了最初那种 故意要把它写成像诗 要拿捏出一些词句来 是吧 先吓唬吓唬人的架子来 现在都没有了 放平了 写得好 非常谢谢上正老师 我想我也会记住 上正老师的话 我们争取把越来越多的 那种各种形式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谢谢 非常美妙的诗歌作品 非常美丽的故乡 再次掌声 谢谢他们 太开心了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把诗歌的各种可能性 用我们的努力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给大家 这次终于得到张老师在内的家庭的 可以说是比较高的名价 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 即将登场的是诗人陈年喜和歌手罗忠旭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原创诗歌作品 名字叫 故乡卡农的幻想 我的家在陕西商周 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它是让我一个婚前蒙绕的地方 这是我妈他们住的房子 这是我妈他们的家 这种非常原始的这种生活状态 对不对 我们的做饭还是一烧柴火 这次写这个我的骨香的时候 我写了好多稿 多的是他不满意 不满意的 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对我的生活 对我的骨香他是不了解 因为他的生活跟我相距很远很远 所以我就带他看了我的那照片 让他能理解我的骨香 理解我的那些情感 因为陈老师给我的最初的这个原始 也是说一些童年的故事 同样也触发了我对同年故乡的这种回忆和追忆 这首诗我就把它融合了我自己的一些 童年故乡的一些情节 一列开往春天和明天的火车上 我用手掌把车藏上冰雪融化 我跳跃的心像一只满线的键 寻至深望一出几方 只想过去的时光快带我回梦想 听着最流泪感动的卡弄的幻想 修到了花香 修到了花香 也闻到你长发的香 还有那片金色麦朗 那是故乡的风和云 到处到处都云雅之暗 不知道何时能再和你一起 谁像风尘一样 随到梦的天涯 只想过去的时光 快带我回梦想 听着最流泪感动的卡弄的幻想 修到了花香 也闻到你长发的香 还有那片金色麦朗 那是故乡的风和云 到处都自杀 到处都自杀着爱 如果今夜的火车再快一点 像烟花一样快 能否追上那是故乡的春光 那是故乡的风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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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自杀着爱 如果今夜的火车再快一点 像烟花一样快 像烟花一样快 能否再一起听 卡弄的幻想 卡弄的幻想 转发 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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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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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请我的诗人搭档 陈年喜先生 这是诗人陈年喜带来的诗作 年喜大哥 您能不能为我们讲述一下你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陕西商落 家乡对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楼花 因为那个我这个门前有一条河 它是上面长满着楼尾 特别是到每年的秋天来的时候 所有的楼花都开了 风吹过来的时候 感觉到这真是另外的一条河 我八岁的那一年 高烧不退 所有的医生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病 我父亲就用那个河里的楼尾的根 回来给我煮盖水喝 后来就慢慢的好了 捡了我一条命吧 所以我 对他真是永远难忘 其实我这首学的诗歌呢 就是叫楼花白了 我们开始还在幻想着 年喜大哥会不会讲苍茫的黄土高坡 讲兵马俑 讲他的琴枪 但是最后的这个名字的定义是 故乡卡农的幻想 这是为什么 这个我不太懂 这个但是我想象当中吧 这可能是十八十九世纪 欧洲庄园跟那个生活有关系的 某一个忧伤的曲子吧 我说我是这样理解他的 其实我对这个不懂 但是罗老师有他的元素演绎在里面 就是罗老师有参与创作对吗 对对对是这样 那罗忠旭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阐述家乡 我觉得第一版的这个诗写出来太凄凉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美好的 幸福的幻想的东西 来加入到这个元素当中 对于我来说 小时候对卡农这个乐曲实在是 太印象太深了 因为我也是二十出头就来到北京 然后回故乡的路上 也是在火车上 看到外面有金色的麦田 然后马上脑海当中出现的 就是卡农的幻想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元素 结合陈老师的所 这种情怀结合起来 然后来完成这个故乡卡农的幻想 宗旭这个诗的版本我们这没有 就是刚才他的唱歌的时候 有很多歌词大家有听到 听是听到了 听到就是我们不断对我们手里这个唱本 发现一个字也不对 一个字都对不上吗 有的有 应该有 今天罗忠旭对陈年喜的诗歌 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而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分歧已由来已久 一个是直根陕西乡村 常年身处深山杭道的爆破工人 一个是来自上海 充满浪漫情怀的实力歌者 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让身处同一战队的两个人 在创作上总是难以达成共识 而陈年喜极其强烈的叙事风格实作 在罗忠旭看来 并不易于用流行歌曲进行演绎 从第一期竞演开始 罗忠旭就没有选择陈年喜的代表作《诈列志》 《诈列志》是你的真正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写得非常真切 生动 鲜活 罗忠旭重新改编了一首极具个人浪漫色彩的《梅子青史》 在现场引发争议 你的音乐和你的诗整个把这个 陈年喜极其小诗的意见给颠覆了 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把他的《梅子青史》交给小罗哥的时候 小罗哥用他的生活经历在阅读的时候 他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属于自己的 上海版的《梅子青史》 随着静眼的推进 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分歧 并没有磨合消除 反而愈演愈烈 这回我写了两首 罗忠旭看来 看来怎么样 你看这句是怎么样 你不要诗 《豆腐》 还是徐志摩比较合适一点 写了一稿 两稿 三稿 写了很多稿 我觉得都还不够 他写诗的时候 可能不太注重韵讲 但是创作歌曲唱出来 必须要押韵 梦想往往会比较容易写的空 对 但是我们要最后一定要落在我们的小爱上 他看了几次 我写的粗稿 他都不太满意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而今天面对故乡这一主题 两人在地狱文化上的差异集中爆发 罗忠旭的一首《故乡卡农的幻想》 更是完全颠覆了陈年喜的原诗作品 《卡农的幻想》 这个我不太懂 为了能完整展现 诗人对故乡情怀的理解 任志宏走上舞台 现场朗诵陈年喜的原创诗作《卢花白了》 主持人邀请我来上台 给大家把陈年喜先生这首原创的诗歌 《卢花白了》呈现给大家 多少年了 我比一片《卢花》更飘荡 白茫茫的芦苇 是那年离开你穿给我的衣裳 还记得吗 铁环滚动的时光 铁环滚动的时光 池塘旁 今夜 今夜 月照人间 今夜 我在回乡的路上 今夜 我像一片芦苇花 白茫茫铺满 城市的路上 谢谢 谢谢 其实这个中续和年喜 已经是走了第七场了 可能是你们组改诗改的最多的一种 一个原因 你们俩合作 配合的切磋 探讨的时候肯定是不够 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陈年喜这首如花白了 和你前六七的诗歌来比 也是比较不错的 你这个最初的诗歌 是比较硬朗 比较粗犷 也比较直接 这个诗你突然增加了许多内敛的东西 所以你这个经常用炸药去炸山洞的人 去炸山的人 现在我发现你的心里也埋着长吨的炸药 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巨响 但是具有巨响的力量 这首诗却是这样 如花的意象想得很好 年喜 我曾经在咱们第一场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 你是最质朴的 因为你 你不需要任何的尘世的交试 那么这个炉花白了 我觉得呢 就是你的一首 对故乡 对自己的一种回顾 非常的温婉 非常的抒情 那么就和你那个 作为矿工那种职业呢 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 那么中序唱的这个旋律 我们不说他的诗 是不是和这个你这个唱的歌词是一致 就是他的情绪 基本上是你们在这样一个大的情绪当中 完成的这么一个故乡的一个作品 我们的舞台上是把诗唱出来 唱给观众听 当然我们可以把炉花 献给罗忠旭 忠旭呢 也可以把他的卡农的幻想 讲给你听 但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就是共同努力完成一个诗歌作品 你们才共同是我们舞台上的诗歌之王 加油二位 谢谢 谢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作灵感 对吧 应该结合起来 所以组合就是应该这样 应该把各自的想法全部综合起来 来呈现给大家 那才是好的组合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官方微信账号 获取节目资讯 与全国诗友互动互联 接下来继续敬演 我们即将请出的是诗人李莉 歌手黄玲 为我们带来原创诗作 故乡 故乡 成功 故乡 好 故乡拿到这个主题以后啊 很混乱 因为这概念特别大 而且像我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 走了那么多地方啊 那么故乡这首诗 思考了以后 我觉得最后还是有一个总结性的 去写这个东西 就把自己的一生 总结一下 我上海长大的18岁 然后到北京 79年去北京 上大学 嗯 然后就在北京工作 然后 十年以后 去了瑞典 在瑞典 大概20年 从感情来说 肯定是上海离我最近 因为童年太重要了 我们很多美好的记忆 或者都是来自童年 这一章是弄堂 上海弄堂就是很挤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住着老房子 都不能跳一下 跳一下整个楼都会知道你跳了一下 故乡不一定就是一块地方 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你在旅行当中找到一种幸福感 我觉得这就够了 故乡是翻遇到了风 故乡是此刻 我轻抚你的肩胛 最后两句其实就是爱和友谊 它有更高的一个故乡的概念 我等上荒凉的雪风 雪云来自我离开的云野 我独自在天涯漂泊 思念是一轮进口窗户的明月 故乡这旧星的游离 像鸟巢在树叶飘零时上前 细寻故乡发现就在往事上 当我回到神中的地方 却发现无限远在远方 故乡不是童年走过的马路 或是族族被被迫处的村落 故乡不是今色喧嚣的鸟楼 沉热满满苦路的火火灯 火灯 故乡这旧星的游离 我喜寻故乡 发现故乡就在我身上 我回到生长的地方 却发现故乡仍在远方 我回到生长的地方 在你居然被远方 带来到我身上 居然被远方 去起来 心里的游离 走到我身上 我回到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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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你居然被远方 我回到生长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的故乡都是上海滩 是我的故乡 我想不是童年走过的马路 我是足足卑卑居住的村库 不想是能让你熟悉的心门 不想是看你当成风 成风 不想不是童年走过的马路 我是足足卑卑居住的村库 不想是能让你熟悉的心门 不想是看你当成风 成风 我单身黄凉的雪峰 雪峰与温人的原野角落 故乡是亲抚你的肩 穿心如甜柔的港湾 我单身黄凉 Ellie 黄凉凉 黄凉 黄凉凉 下面有请我的诗人搭档 李李老师 良好 黄凉凉 我单身黄凉 我单身黄凉 李六老师在你心目当中 是怎样的故乡的情怀 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两套衣服 西色和棕色 棕色在里 西色在外 这种组合 变成了我的 对故乡的一种看法 见解 故乡 对一个海外生活的人来说 它的概念就放大了 它不是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文化 黄玲是跟李丽老师 同时生活在上海 是 我们的共同点 最大共同点就是 都是上海人 小时候妈妈 踩着缝纫机 帮我做旗袍 我今天也是特别选择了 这个改良过的旗袍 所以在这首歌当中 有融入了 我妈妈很喜欢的元素 上海滩的一段旋律 我其实很想知道 诗人对这个曲子满不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曲子非常满意 OK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曲子的 因为我觉得词很好 因为我觉得你的诗词里面 有非常多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你必须得 让这个作曲的人去寻找 你的空间的位置 如果我今天来写这首歌 我会给它写得非常的 我觉得它的多方面 它会更宽广 画龙点净的一几句 中国的旋律在里面就好 我不会从头到尾 都是这样的旋律 小崇老师来了 音乐就不敢说了 还是说李丽的诗吧 李丽这首诗的情绪 非常准 在一首诗里头 能否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情绪 这很重要 有个叫海德格尔的 他说过这样一话 说一个诗人 一生就是为了找到 属于自己的故乡 这个故乡不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是你的精神的寄托处 这是一个诗人 一生都在让做的 但李丽劝劝你别找了 诗人最后是没故乡的 找不到 很小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故事 就说一个人总觉得外边好 家里太穷了 太不好 于是从家出去就走 一直走 走到哪儿觉得不错的 觉得前面可能会更好 走了很久之后 发现一个地方又温暖 又温馨 又熟悉 就是这地方最好 发现那是自己家门口 因为地球是圆的 他回到了自己家 所以李丽这首诗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 中间这一段写得很真切 很深邃 既有你个人经验 也有影响其他人情感的这种力量 祝贺你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林志宏老师 你怎么看 有一点缺憾 李丽先生 就是黄霖在唱的过程当中 有一段过门 你介入了一段旁白 故乡的旁白 没给黄霖这个整个 你这个作品 歌曲作品加分 相反减分了 为什么呢 你想表现你的真实的那种情感 可是呢 你呈现给我们受众的呢 是特别硬 特别生硬 特别冲 好像不是那种 对故乡那种回望 一种撕恋 就是说在今后 我们能够克服这个瑕疵 我们就克服掉它 使得这个作品呢 尽可能能够完美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击 你谢谢二位 给我们带来的 十个作品 谢谢 咱们能拿个第三第四 就应该非常满足 因为别的组的表演 也挺棒的 我觉得 大家都越来越用心了 不管怎么样 希望是一个 比较稳的成绩吧 接下来 邀请大家 跟我们去厦门看一看 为您请出的是诗人仲尼 歌手曾静文 为我们带来的 原创诗歌作品 关于厦门的实验 我的家乡是厦门 我觉得我的家乡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安静 非常安逸的地方 我看到厦门 其实是一种 就是平静 与世无争 这个地方的 独有的气质 就是曼 我一开始就被 这一段吸引到 就是古宅和海滩 引诵着浪漫 这里的猫 认识孩子和肖邦 我希望能把 我所理解的厦门 我所看到的厦门 告诉大家是什么样子 我也希望 我所看到的厦门的人文情怀中的亮点 就是展现给大家 这是我家的门口 就真的是门 现在是步行街 然后我家就在桌上 这个黄色牌子下面 OK 我写这首诗叫做 《关于厦门的事》 这首诗从头自尾贯穿的 其实是生活 这一系列串下来 串出来的是 我对厦门人文的理解 我还是加了一些 关于我的血缘里面的一些 鼓调 因为我会希望 大家从诗里面 去听到《众里的故乡》 可是从我故乡的音乐里面 也听到一些 属于我自己的 血液里面的 这个文化的 这个音乐的部分 《众里的故乡》 不错 好 黑暗牛马拉罕 给啥回答 空气暖暖的 海风鲜行的 刚刚新转缠绕着世界的发跳 把一切都变得满满的 国家和海滩 音乐送着浪漫 这里的猫人 这孩子和小房 他说他们就在鼓勞余伤 接着那几个阿满 是生活的对于 哇 这几个小巷 是男人 所以是个奖劫 员一一二四 可以 她说她被变少数 她说她被变少数 她被变少数 都是原遇从幻到七十 好帥 我不rap了全世界都开始rap了 哈哈哈 起的水晶 用一聲插起的微笑 變變成的樣 起啊 少年間 真好一瓦山的蜜 打啊 別啊 衝手啊 她的我心情的旁邊 你愛錯了一首歌不太高興 笑音 絕對的人 於是我擦了擦嘴 哈 背棋的心啊 於是我擦了擦嘴 哈 背棋的心啊 於是我擦了擦嘴 嘿 背棋的心啊 於是我擦了擦嘴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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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想我在想不到日子 你要不把握住我一些事 我還想起我愛有什麼方式 才會讓你離開對我有點意思 從我狼心啊 其實 你明明知道我的平地 像太無謂的事 總共這場致詞 你讓你而為我就有故事 從頭路上知道 好訓得中 這件事也過著影響過 將來的風格 我和我角落 這次別忘了 你也從別 不再放逢 隨心而動 嘿啊 小英語 這留起我所的謎 哈 別啊 小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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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仔 尖沖 沖逐風景 黑暗紅夜 等来过很美 黑暗和暗 掌声谢谢我的诗人搭档 仲宁 仲宁刚才在我们舞台的角落里 摆上藤椅茶桌 轻松地吟唱 这就是你的家乡吗 对 就是我家乡基本上男士吧 就他们的生活就是喝茶 然后听听歌仔戏 就是他们老人家的生活 是厦门吗 厦门 厦门 其实我这首诗里面写的就是 老一代人他们把这种文化 以他们的方式传承给新的一代人 他们很多人就是去了南洋 年轻的时候下南洋 下东洋 然后他们有的很成功 有的不一定那么成功 然后回到厦门建设我们的学校 包含整个集美学区 也多数是由华侨出资盖的 然后陈嘉庚先生 他盖了厦门大学 还有嘉庚学院 以及集美学区的整个基础设施 他们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 他们都是漂泊着 然后就是他们回来之后 就不停地对孩子讲 远方是什么样子 然后去了远方之后 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从小其实我们那边的小孩子 会灌输一种概念 就是你长大之后 你就应该去远方看一看 不管你成不成功 你要打开世界观 然后你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其实你也应该说算是在外打拼的人了 如果想家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 想家的时候就打电话 然后讲门南语 然后就是那个沙茶面 那个味道真的是 你回到家乡的时候 你下飞机第一件事情 你什么都不管 就直奔那家店 吃一口 然后比如说一年没吃的时候 一口吃下去 眼泪掉下来是真的 静雯刚才在歌中唱的是你的家乡画吗 那是闽南画吗 闽南画是那个厦门的画 然后前面那一段很常是泰雅族的古调 一开始那个他就是一种祝福 他就是兄弟啊我祝福你 然后你的信仰要保守你的心 到远方去看看吧 就是希望你平安这样 明白了 对 所以整个歌当中有二位的情怀在 相酬在 是 来自台湾的小崇老师 刚刚仲妮在讲的时候 说那个最后一句是那个沙茶味 我觉得心有气气厌 因为现在我也在北京居住很长的时间了 身边总是会没事情就会带着一罐沙茶 其实有时候你想到以前在家里面 妈妈给你煮了一个米粉汤 上面弄一点点沙茶 那个味道就想到你都想哭了 谢谢 真的小崇老师的动情的解释 我觉得 想吃了吗 想吃了 您带了吗 我没有 重礼就是 是 改变了很多风格 很好 其实你想 你把一个生活的场景 不要先用自己的情绪先进入 是把事件说出来 用事件去释放情绪 用生活去生成诗意 客观的写 冷静的写 它得到的效果就是生动鲜活 这个你的气候 街景 人情 以及我与阿妈之间的 这种小的小的来往 情绪上的来往 都很好 这个沙茶的点抓得非常棒 好 谢谢 那刚才呢 这是一首非常具有着沙茶味的 具有着家乡情感的一首 非常美妙的诗歌作品 谢谢 也谢谢二位 用诗歌的方式 让我们感受了你们的家乡 谢谢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话题 《诗歌之王》的互动讨论 为诗人歌手加油 感谢这一组诗歌战队 给我们带来的原创诗歌作品 本场的经验主题是顾湘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 诗人刘明杰 歌手朗格拉姆加油 为我们带来的一度悬香礼 拉姆加油 我们一定能成功 我们这个故乡叫林仪市 然后这个河的左边是城市 河的右边是河东 属于农村 然后我又属于河东的 我在这儿度过了童年 以及上完小学 再次服呢是直接导致了我这首诗诞生的一个直接因素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样这张图片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麦田 对吧 它那儿就有啊 这个里边关麦地 林下撒茅塘 林下就是那树林下面有茅草屋 这首诗名字叫一渡悬香礼 在这首诗里面我前半部分描写了故乡的这些优美景色 这些优美景色 我感觉不须于桃园名里面描写的世外桃园 何阴离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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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绝 几日绝他乡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 诗诚归故语 好作打鱼狼 因为平常不能够在国乡里面长期居住 而是长期刻就在他乡 等到我实现了我的这个理想之后 我想了我还要回到国乡里面 然后做一个渔府 过着隐居的生活 作曲 李宗盛 一度旋 沉香里 孤深不水盘 离边关麦地 淋下山茅唐 全飞声音乐 几名以为战 天空何几笔 入围几树幻 风起吹河照 清静碧歌香 宇宙归万朝 暮碍带高阳 随仙阳墓 不断互动场 和阳晨河 春可怜 不断云 照片 咳心如蜗 荒湖 你生虎 弧行士 其胞 清掩名字 花枯 寂兜 固万丈 提出十岁酒 当流去香凉 时尘归故意好作带云朗 一度悬香里 孤身不睡盘 离边关麦地 咽下山茂糖 卷飞声音阳 几名以为常 天红河金布 芦苇几树花 声音很干净 旋律写的还挺好的 也挺适合她这个嗓子的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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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写这个《七言古风》 你总是要有今天人的情绪 就带有当下的情绪 这点刘明杰做得还是比较好 谢谢 谢谢 伤诚老师 那么就是这个诗本身而言 如果我们平面去读它朗诵的话 是一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作为诗人 我要代表刘明杰 感谢我们的音乐人 也感谢我们的歌者 因为你把这首很少文体的一个骨体诗 通过音乐的旋律 和通过你的演唱的表达 使它情感升华了 给我们所有的人呈现出了一个 那么的一个故乡 谢谢 感谢任志农老师 好 也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诗歌作品 谢谢 加兰面膜 诗歌之王 故乡主题敬演 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 到底哪一首诗歌 哪一组战队真正的打动你们 接下来请拿起投票器 准备行使你们的权利 请注意 你们每个人有三票 必须全部投出 否则你的投票都将失效 到底谁才是我们本场的诗歌之王 请投票 请投票 要来 完美 非常完美 完美 前三这个不敢想知道吗 我永远是前三名 希望前三名 对吧 把四正散 一号 两盟 周晓鸥战队 二号 宇文杰 苏醒战队 三号 陈年喜 罗忠旭战队 四号 李立 黄霖战队 五号 仲宁 曾静雯战队 六号 刘明杰 朗嘎拉姆战队 五号 新世纪宝 请恋名字画不得不完整 诗歌之王 由青森护肤品牌 嘉懒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美妆找我 面膜找她 嘉懒雪姬幻彩面膜 高效深层补水透白 嘉懒面膜 让你的皮肤水 嘉懒宠爱自己的美 诗歌有声音 轻奢有态度 本节目由青森护肤品牌 嘉懒面膜独家冠名播出 嘉懒面膜 宠爱自己的美 在我们揭晓本场的经验结果之前 我们先要布置下一场的竞演主题 嘉懒面膜 诗歌之王 第八场的竞演主题是 团圆 本场的竞演结果 首先我们要宣布的是 排在第二位的战队 本场排在第二名的诗歌战队 获得了六十票 他们是 梁芒周晓鸥战队 海岸出来 接下来我宣布排在第三名的诗歌战队 他们获得五十五票 他们是 刘明杰 朗格拉姆战队 排在本场 第四名的战队 获得了四十五票的支持 他们是 李莉黄霖战队 来我 排在第五名的诗歌战队 获得了三十九票 他是 仲妮 曾静文战队 接下来 即将宣布的是 排在第一名 和排在最后一名的诗歌战队 现在还剩下 陈年喜罗中序战队 和宇文决苏醒战队 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 排在第一名的诗歌战队 获得了六十二票的支持 他们是 诗歌之王 由青涩护肤品牌 嘉兰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 美妆找我 面膜找她 嘉兰雪姬 幻彩面膜 高效深层 补水透白 嘉兰面膜 让你的皮肤水 嘉兰 宠爱自己的美 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 排在第一名的诗歌战队 获得了六十二票的支持 他们是 宇文决苏醒战队 把我们自己的这种 就是作品做好 留在这个舞台上 是最重要的 把作品重新给他讲 当然排在最后一位的 陈年喜大哥罗中序 获得的是三十三票 到了下一场 我们诗歌之王的舞台上 将继续迎来 踢馆战队 嘉兰面膜 诗歌之王 第八场 团圆主题敬演 我们再见 感谢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 新华娱乐 人民娱乐 中国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搜索娱乐 网易娱乐 国际在线新浪微博 网易新闻扣端 Zagr新闻扣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每拍秒拍 安卓地址 百度百科 百度手机助手 环球人物 腾讯视频 搜过视频 爱情 六库土的乐视视频 PPTV 封信网 QQ音乐 微博音乐 阿里音乐 虾米音乐 天洞听 火艺云音乐 酷鲁音乐 酷我音乐 多米音乐 青天FM 考了FM 踢发娱乐 新进诗歌战队的到来 让诗歌之王的竞争 愈加激烈 下一轮竞演 六组诗歌战队 迎来团圆主题 用诗句 书写久别的相聚 一天有一天 一年有一年 一个黑白的卡通宵 也有缘了 红红与虚情 要讲 外婆需要人陪 此外 一位以稳健 清澈高音 而著称的实力唱将 也将在下期 加入踢馆之争 下周六晚二十点三十 看四川卫视 诗歌之王之团圆 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